欢迎收看财经Espeso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与点栏目 首先来看丹斯里林国泰旗下云顶集团的最新消息 根据加拿大媒体报道 安大略审彩票博彩机构 选了加拿大宏大博彩公司 与资产管理公司布鲁克菲尔德商业伙伴公司 经营大多伦多地区三家赌场 这意味着有份参与竞标的云顶 没能拿下该地区长达22年的赌场经营权 失去进军加果市场的机会 接着来看 丹斯里东尼费南达斯旗下亚洲航空的消息 该公司继续进行套现资产的动作 目前正在和加拿大航空电子设备公司展开洽谈 有意脱售亚洲卓越航空中心50%的股权 如果上述交易顺利推进 亚航将向加拿大航空电子设备公司 发出更多培训合约 在调早前 担任亚航首席执行员的东尼就已经暗示了 未来将脱售更多资产 释放其价值 并派发更多特别股息回馈股东 而除了以上的航空训练中心 其他有意恰售的资产还包括 亚航SBDR余下的25%股权等 最后来看 丹斯里谢富年旗下双微集团的人事变动 该公司今天宣布 即日起委任前首相署部长 拿督斯里伊德利斯 单任双微联合主席兼独立非执行董事 58岁的伊德利斯 目前为Bermando Associates私人有限公司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员 也是首相的国家转型计划顾问 那么今天财经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也祝你晚安